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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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9日星期六 中共总理李强最近很忙参加峰会G203 先是参加东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亚加达举行 之后就转到印度去新德里参加G20峰会 李强作为今年3月份上任的总理 这算是他的初女秀 初女秀就是首次到国际上参加峰会 另外当然也是因为习近平不去 他被迫去 就代替习近平前往 这个过过都知道 虽然李强是中共的二号人物 名义上是二号人物 排第二 政治局常委中 但是没有实权 是习家军的人物 也就是说被习家军矮化为或者定义为就是一个办事员 一个跑腿 李强出国 所做的不是专机 是包机 就证明了这一点 以前中国不仅是国家主席 还有总理 其他人出访了 都可以乘坐专机 但从今年开始 20大之后 似乎内部有了一个规定 只有习近平一人可以享受专机 其他人 包括二号人物李强是能坐包机 包机来去 那就是一般的航班 没有什么外交货免权 也接受出入境的检查 这就是大为降低 降级 李强一方面想正表现 表示效忠习近平 跟习近平拿开一个天差地别的距离 所以也做包机 另外习近平恐怕也是要求 暗示他做包机 就这么一个姿态了 就对李强进行了形势上的矮化 李强这次参加峰会可以说备受冷遇 可能就是因为级别不够 首先像他在东盟参加峰会 参加峰会的很多除了东盟十国之外 还有很多国家列席会议 就包括美国 日本 韩国 很多的国家列席会议 更多的国家被邀请列席 以前出席东盟峰会 一般来说 习近平都很忙 要跟多国的元首会谈 安排会见 甚至东盗主安排一个正式的访问 国事访问的待遇 什么红地毯 三军仪仗队 二十亿响 李炮 这些李强这回都没有 另外安排的会谈也很少 就大概有三个会谈 在东盟峰会上 一个是跟东盗主印尼总统左哥有一个简短的会谈 然后跟柬埔寨的新首相洪森的儿子有一个会谈 然后跟澳大利亚的总理有一个会谈 跟韩国总统有一个会谈 也就是四个来说 时间都比较短 但是其他国家的首脑都非常忙 其他国家的首脑几乎跟每个国家都安排了双边会谈 甚至有一些是访问性质 这是一个 李强作为一个大国排出来的行政首脑 他所安排的双边会谈 几乎是那边最少的 当然可能仅好于缅甸 因为缅甸现在是军政府 受到东盟内部的制裁 排挤和这种相当于实力一种形式的教训 所以中共还没有低到像缅甸这个程度 也就是比缅甸高一点 另外 东盗主印尼不仅没有给他安排正式访问 什么红地毯 三军仪仗队 这些迷你跑 完全没有 而且一期活动就是由部长陪同 有一个部长叫做对中合作牵头人 说是印度尼西亚的统筹部长 就是他有什么重大活动 陪同李强 比如说李强出席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工商界峰会 他还发表讲话 陪同他的就是这个部长 然后他还后来去参加中共援建筹建的一带一路工程 就是所谓雅万高速铁路 从雅加到万楼 这个高铁 高铁上次习近平差点去四层 四层后来放弃 结果习近平回国之后 这高铁就出事 翻车 死了6个人 更多人受伤 就是印尼一样就响起了一片反省之声 对中共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基建狂魔 表示质问 意问 疑问 李强这次说参观这个项目 他也不敢乘坐 也不敢试乘 万一翻车不得了 逗复杂工程 他去参观的时候陪同他的仍然是部长 部长级的陪同一个总理级的 跟相差很远 另外 李强在讲话中 他随时可以 因为要抬习近平 要说到习近平 然后他也被迫说到在两国元首什么的合作宗旨的引领下 在印度尼西亚解读 他不仅把它放在习近平之下 他也把它放在了印度总统 印尼总统 左科之下 就是说成了总统之下的人物 但是他是出席首脑峰会 人家这会叫的是东盟首脑峰会 就是各国领导人峰会 除了中国之外 东盟首先是首脑 美国是副总统 相当于是副元首 李强是不是副元首 按道理恐怕是 但是他而且是邻国 禁国 美国还是从美洲飞过去的 如果说美国是副元首 中国是副元首的话 哈里斯美国副总统是全权代表了美国 有他的高规格 但是李强给人出来就是一个跑腿的 而且李强出来陪同他的规格也很低 通常来说 如果习近平出访的话 参加这些峰会的话 至少有一个外交部长在场 过去的外交部长是秦刚 前不久 现在的外交部长是王毅 但是王毅并没有陪同李强前往 原因是可能王毅规格太高 因为王毅不仅是外交部长 同时是外事办主任 也是政治局委员 李强是政治局常委 如果由王毅去陪同 不是 王毅首先不心肝 那是一回事 但是习近平更不心肝 习近平觉得给你陪一个政治局委员见外交部长陪同你 你级别也太高了吧 不要这个级别 所以李强就自己去 但是若干跟政治局毫无关的这样的部长前往 所以这个规格是进一步的降低 总之 李强是主动矮化也好 是习近平要矮化他也好 是中共内部的安排也好 总之是一个矮化的出席峰会的仪式 而他在讲话中 他的讲话也就是低头读稿 当然有人说了 习近平不就是也是低头读稿吗 但是这个低头读稿还不一样 习近平有时候低头读稿 还假装有时候张望一下 虽然是秘书给他写了稿件 艰难的读 有时候假装张望一下 但是李强连张望的派头都没有 他读稿就一读到底 因为他感受到自己级别不够 重量不够 而且周围都是敌意的眼光 因为这个稿件也恐怕不符合李强的心愿 都是人家习近平的班长塞到他手里的稿子 读的都是怎么称赞习近平 引领 指引方向 或者就是重复中共的一些词语 什么在南海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去商讨什么南海行为宣言 这个也听得都是很虚伪的 一边去侵略菲律宾 去霸凌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越南 但另一方面却在说什么南海和平宣言 还说的是什么重复一些词 什么反对脱钩 反对断链等等 周围人听了都完全不相信 不仅是不相信 都觉得你就是读个稿子 把中共的话重复一遍 甚至你不读稿 周围人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读不读都无所谓 你哪怕这次去李强坐在那里 沉默 打个仰咪 什么都不说 人家也知道你究竟要说什么 所以不如不读 读稿等于不读 所以这样的话就更加降低他的身份 当然他可能也比较紧张 反正就是读稿 另外 除了读稿之外 李强究竟有没有什么长处在会上显示 他跟习近平相比 重量级不够 权位不够 当然有人说反正是专制国家 习近平也好 李强也好 这个说的话大家都觉得是谎言 也无所谓 这个话不错 但是至少人家觉得 习近平在一党独裁 一人独裁之后有他的画实权 他能够拍板 所以其他国国的首脑还要看重跟他交谈几句 或者握个手什么的 但是李强的话人家知道你无法拍板 你不能决定任何事 派一个总理李强就跟派一个习近平的秘书来一样 读稿而已 你所代表的就是习近平的声音而已 所以你并不能够做任何决定和拍板 也不能够突出的有什么推进的事情 所以这个不一样 这个重量级就不一样 虽然说都在那里读稿 都在那里读谎言 但是大家觉得你有没有拍板权 这个还是一个不同的观感 不同的感受 那李强比习近平超出的是什么 有两点 我觉得 第一个 他显得比较健康一点 显得轴起路比较轻松一些 步子比较快一些 跟习近平相比 习近平显得比较自重 比较缓慢 似乎健康 有某种问题 或者有中风 中风后遇症等等 但是李强没有显示出这个问题 因为李强是1959年出生 当时为了跟团派搞权力斗争 都说下一面要培养60后 但是李强不是60后 就发明了一个词 但是王沪宁等人给他琢磨出一个词 叫准60后 就是说李强是59年生的 算准60后 所以李强现在算下来是64岁 所以跟习近平相差 那么一个年龄 相差大概有个六岁 所以显得稍微年轻一点 步子比较轻松一点 就不至于让人很担心 会不会摔倒了 会不会就地打滚了 会不会又进入一个急救状态 比如缺席会议一天 本来会议多么峰会也就是个两天 到印度去参加G20峰会也就是个两天 如果你在病倒一天 消失一天 那目标太大了 所以大概也是这一回由李强出征 而不是习近平的原因 因为习近平在南风 南风在金专峰会上消失一天 已经引起了世界的一片化燃 一片的议论纷纷 所以李强现在看来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 李强还有一个优势 跟习近平相比 李强有时候还能够打一点笑容 尽管比较勉强 跟人握手的时候还有点笑容 但是习近平是很艰难 哪怕是跟人交谈 跟人握手 表情都非常的严肃 甚至是显得愁容满面 甚至交谈以他为中心的时候 像南非有一个镜头 长边交谈 翻译在旁边翻译 似乎都围绕 习近平在交谈 其他不太说话 但习近平的表情非常沉重 愁容满面 心事重重 很严肃 挤不出一点笑容 这一点跟李强相比的 似乎李强又有一点优势 所以说李强一无是处也倒不是 他还是有这几点优势 但是李强就算有这两个优势 年轻一点能够挤一点笑容 恐怕也不敢持续太久 因为北京 中南海 习近平 蔡奇等 随时看不出他的表现 如果觉得你有什么优势 比习主席表现得多一点的话 那可能会回去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就要开始了 下次你可能就要假装表现得身体自重一点 脚有点问题 所以走路最好捏据一下 一缺一管 这样给习主席表现一下 显得你并不比习主席更健康 更年轻 另外你也不要随便挤笑容 挤那么多笑容 让人看到你还比较友好 比较友善 面带微笑 轻松 你这样一对比的 你就觉得习近平同志好像是个黑沙神一样 有点吓人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能在回到国内之后在党内被反思 被反省 然后被迫做自我批评 不要小看这个 可能有人听起来说是天方夜谭 当年毛泽东跟周恩来打荡 周恩来已经是可以说位高权重了 已经是声望从容 在国际上享有声望 但是后来毛泽东跟周恩来商量要打开中美关系 很多会谈就是周恩来主持的 跟基辛格 跟尼克松会谈 但是后来毛泽东居然要政治局将亲牵头 批判周恩来 说在对美谈判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对美国过于友好等等 找理由 鸡蛋里挑骨头 来批周恩来 批周恩来主要是让周恩来身体垮掉 让他的体力不支 心力焦脆 最好尽可能走在毛泽东前面 都知道不行了 所以周恩来都能够享受那样的内部批评 他被迫做自我批评 满头大汗 行销鼓励 服务员不断的给他换毛巾 周恩来都会享受那样的虐待 还不要说是李强 如果是被党内批评的话 蔡奇带头发烂 你在外面出风头 装帅 显得自己好像很健康 很轻松 很友好 怎么怎么 这些都有可能摆出来 反正现在是文革2.0版 毛时代2.0版 想重复一下 重复党内斗争的这种戏码 外界看来非常荒唐 可笑 但是党内就那么回事 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外面以为很正经 正经危坐 关起门来 他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甚至有时候就是大吵大闹 有没有大打出手 有时候也有可能 当然 李强打架肯定是要吃亏的 个子小 除非是板凳横飞 桌椅横飞他能够占的便宜 因为个子小往地上一蹲 可能这个椅子飞来飞去 打中的是要么是蔡奇高个子 要么是习近平宽背 他自己往桌子上一猫 也许能够躲过一些攻击 所以李强现在到了印度 印度来开G20峰会 终于走了红地毯 为什么 因为G20峰会所有各个时候都要经过红地毯 去跟印度总理莫迪握手 李强走了很久 终于走到莫迪前面 握了个手 实似乎还想微笑跟莫迪交谈一下 莫迪也微笑了一下 马上给他示意 叫他赶紧往前走 因为莫迪还要接待 下一个领导人没有时间跟你交谈 所以李强也会错了意 以为握手还要交谈一下 其实握手就照顾一下 你赶紧走 等下一位 这是李强的部分 另外 中国有一个歌手 女歌手 有人说是五毛歌手 有人说是美女歌手 曾经登过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叫王芳 他跑到乌克兰备战领土去大出风头 居然唱苏联歌卡丘沙 而就在一个战争的废墟上 剧院的废墟上 这是怎么回事 说是俄罗斯方面组织了一个 相当于是中国的直播组或者艺术家 组成一个团去参观他们的占领地区 叫做顿尼茨克共和国 顿尼茨克那个地方有个城市叫马里乌布尔 是去年俄罗斯开战以来 侵略战争发动以来 被乌克兰打得最惨烈的一战 马里乌布尔之战 但是俄罗斯对这个城市狂轰滥炸 把这个城市几乎意为平地 大量的人逃亡 后来有个亚树云在里的死守 到了钢厂 地下室死守 这个大概是持续了3到6个月吧 俄罗斯才拿下马里乌布尔 其中一个俄罗斯最大的罪恶就是炸马里乌布尔的剧场 这个剧场当时是当地的乌克兰人的避难所 是儿童妇女的避难所 而楼上就写明了儿童两个字 就叫提示战争行为不要轰炸这个剧院 俄罗斯就轰炸这个剧院 这个剧院轰炸成一片废墟之后 60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其他是妇女老幼 这是俄罗斯侵略军犯下的严重罪行 而且俄罗斯在攻打马里乌布尔的时候使用了瘟亚弹 瘟亚弹一下头下来范围非常大 说500公斤重的炸药炸毁了剧场 由于俄罗斯使用瘟亚弹就相当于是极速炸弹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美国批准极速炸弹援助乌克兰的原因 因为俄罗斯有单方面的武器优势 瘟亚弹一爆炸之后 方言多少多少力 都是把人数全部的击杀 房屋全部的摧毁 相当于是小型的核弹 所以乌克兰最后就美国批准他拥有极速炸弹 尽管其他一些盟国可能不太同意 但是面对俄罗斯的温亚弹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乌克兰拥有极速炸弹 算是对俄罗斯的一个回敬 就在这个地方 马里乌布尔这个剧场的废墟上 中共这些人所谓直播组 小粉红 老粉红组成的到了 王芳就站在废墟上 在二楼直播自己唱歌 唱卡丘撒 他是站在俄罗斯立场上 站在苏联立场上 但是对乌克兰可以说是用山口上撒盐都太轻了 那简直就是为侵略者唱战歌 在备在领土上唱法西斯的歌 激起了乌克兰的抗议 乌克兰的政府信用发言人痛斥这种行为 是无耻 是为侵略者站台 是对乌克兰人民的严重的冒犯 卡丘撒这歌怎么回事 中国人很多人能唱 因为中国当时在毛泽东时代苏联化 引进了很多苏联歌 当时中国差点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最早建立的政权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 后来被国军包围 切割之后 没法去投靠苏联 后来逃到陕北 被靠苏联 也想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后来好在没有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在势力范围成苏联的一部分 但是国家相对还比较独立 但是苏联的东西完全影响了中国 歌曲 歌舞 还有服装 列宁庄在中国非常风行 其中就是卡丘撒这首歌在中国风行 说中国上两大人人人能唱 唱的是中文 这次王芳就用中文唱了卡丘撒 但是他不懂历史 这卡丘撒怎么来的 是当时1938年的时候 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叫满洲 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虽然说普尼是满洲国的首领 末代皇帝是满清的发祥地 另外 苏联就控制蒙古 包括内蒙古 外蒙古 内蒙古 控制 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两个就经常有带领人的战争 如果是蒙古国跟满洲国发生冲突的话 那满洲国带领满洲国出战的是日军 如果蒙古国那边代理的是苏联 苏联军跟日军就会有交战 有时候互有胜败 但是1938年有一个叫托门江战役 在这个战役中输军取胜 日军落败 这非常罕见的落败 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的战争 中国备在领土上发生的战争 结果苏联的作曲家就做了一首歌 叫卡丘萨 风行苏联 斯大林时代庆祝胜利 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跟日本打仗是败多甚少 尤其是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 当时世界都估计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大国 日本是一个小国 肯定俄国取胜 结果也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 结果日军把国军打了一败土地 被迫了割地求和 割地也是各中国的地 当时就在辽东半岛 山东半岛开展了战争 当时还是满清政府 满清政府真的眼睁睁的看着日俄两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发生战争 1904年还宣布保持中立 在自己的领土上发生战争 保持中立 结果是没想到俄军战败 日军战胜 后来俄军就把他占领的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这些势力范围交给了日军 到了1938年 二战前夕 苏联好不容易取了一个小战役的胜利 也是在中国领土上 图门江这一代 然后就诞生了这首歌 这首歌就被称为苏联第二国歌 或者是俄罗斯第二国歌 比如说最近几年俄罗斯的运动员不能出席奥运会 因为硕起冬奥会的举行的时候 在俄罗斯举行的时候 他们用兴奋剂作弊 多数的球员都有兴奋剂 被国家奥会察觉 就竞赛俄罗斯不能够出席奥运会 所以俄罗斯出席奥运会就以运动员个人的名义 比如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冬奥会 他就个人名义进场 进场的时候就不能揍俄罗斯的国歌 揍的什么 就是卡丘萨 就是俄罗斯的第二国歌 因为运动员个人身份参加 普京在台上坐了一阵 觉得缩然无畏 没去 提前走了 半夜就走了 去筹划进攻乌克兰的战争 入侵战争 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的保障 双方合作无底线 所以卡丘萨的歌就这么来源的 也就是卡丘萨代表了几种 代表了一个是苏联时代的铁血统治 共产主义统治的噩梦 再一个代表了中国备战领土的耻辱 就是日军 俄军在中国的领土上交战 然后俄军胜了 是俄军的胜利之够 虽然日军在那个战役中失败了 但是败的最惨的是中国 因为中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打仗 自己只能保持中立 就跟满清的日俄战争一样 说这是中国的奇耻大祖 也就是说卡丘萨这首歌唱的就是中国的国词 唱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被俄罗斯所侵吞的土地有多么惨重 按照最新的所谓治安处罚条例 伤害民族感情 王芳唱这首歌不仅伤害了乌克兰的民族感情 也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 因为乌克兰和中国都是被俄罗斯霸凌 扩张 侵略 压迫的对象 所以王芳是站在侵略者的俄罗斯的角度 唱这首歌 在伤害乌克兰的同时 伤害中国 那是什么 就是中国人所定义的汉奸 卖国贼 这是王芳所承担的角色 所以受到乌克兰的抗议倒也罢了 按道理应该受到中国朝野的声讨和抗议 但是小粉红老粉红却是一片赞扬自身 觉得他站在占领军这边对抗被占领 而且为俄罗斯的占领背书 因为俄罗斯最近在乌东四个共和国还搞所谓议会投票选举 现在联合国公开发表声明 声明不予承认 他们原先搞了一个公投 说这四个地区属于俄罗斯 还假装任命了领导人 没有任何联合国成员国承认他 连中国都不予承认 中共当局都没有承认 最近又在搞议会选举 也没有任何人承认 而联合国首次发声 表示绝不承认 摩洛斯在乌东地区搞了所谓的伪选举 但是中共的歌手王芳去到了那里为摩洛斯站台 霸唱卡丘上 侮辱乌克兰人也侮辱中国人 然后让中国跟乌克兰更加结下 深仇大恨 无端的结仇结怨 王芳是何许人 王芳是因为一个同名 原来中共有个电影叫《英雄儿女》 里面有王晨王芳兄妹两个 王芳当时在电影中唱了一个歌 叫什么《英雄战》 什么硝烟滚滚唱英雄 因为在封锁的中国 红色中国 中国人没有多少信息来源 很多中国人只能唱那首歌 说家喻户晓 王芳在前几年就唱这首歌出名 因为他跟电影中的人同名 刚好他也是个歌手 他能唱 他也假装穿上一身 当时朝鲜战争时 中共的志愿军的服装 好像长得还有点人模人样 他就假装在那唱了一首歌 一爆而红 后来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晚 最后还创造了一个一爆而红 有一个人叫周小平 外号叫周黛宇 周小平跟花千锋在2014年出席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 受到习近平的点名表扬 他们是网络携手 有正能量 年轻人为党站台 这两个人最后是红得发指 地位飙升 还当作家协会主席等等 周小平就跟王芳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又闹了很多新闻 或者说丑剧 一个说周小平对王芳讲什么 申许国家 心许礼 好像是为了国家 这个话就是完全相反 因为结婚了你是以身相许 同时也应该以心相许 如果是真爱的话 结果他说 申许国家 心许礼 这个完全相反 你身体怎么跟价格国家呢 你如果是心许国家 申许礼 还有可能 结果说两句相反的话 不符合逻辑 而两人演了一个最大的丑剧 就是把王沪宁导演的东西拿来演了一遍 就叫做《洞房花竹叶 新郎新娘 手抄党章》 《洞房花竹叶 手抄党章》 这两人演的闹剧 这是王沪宁年轻时候的文革时代 因为他的父亲怕文革动乱 把他三兄弟关在家里 繁锁起来 不让他们出去 怕外面太乱 结果王沪宁就在家里看列宁注册 恩格斯注册 马克思注册 看毛泽东选记 然后手抄毛选 结果由于王沪宁有这个病 一个是手抄毛选的疾病 后来还有环境必锁症 结果就主持意识形态之后就传染 就发明了手抄党章 要求这些人手抄党章 所以周小平 周待宇 王沪为了正表现 两人就来了一个洞房华章业 手抄党章 新婚之业手抄党章 轰动网络 丑得出奇 就这么两个丑爵在中国的舞台上表演 这是王沪就来了一出大表演 在人家乌克兰备展领土 被炸成一片废墟的马里乌布尔剧场 600多人蝉死 大部分是儿童蝉死的地方 为侵略者大唱战沟 然后在被牺牲的乌克兰人民的身上撒烟 践踏了一个死亡的土地 践踏 十足的充当了 对乌克兰是汉奸 对中国人更是汉奸 而且侮辱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她的丈夫周小平 周待宇 前段时间又出了个风头 前几天中共刮起了反日风潮 什么抵制日水产 抢颜 还有就是对日本的各种事情发起被告 周小平不甘寂寞 据说他现在已经是个政协委员 很多人说这祸怎么混成了政协委员了 他就发起一个提案 还说是紧急提案 向全国政协提案 要把日本福岛的地名改名 就是说你这就是福岛福气的福 福区喜马 福气的福 他说应该叫福社的福 叫福岛 第二 他说暂停中国人前往日本旅游 本来中国的旅行社很多游客也不敢去日本了 不是不想去旅游 是怕去了之后被骂成汉奸卖国贼 被自己的同胞修理 但是周小平 周代表似乎嫌不够 还要叫全国政协发起提案 以提案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杜绝日本游 然后把人家的地名改成辐射 但是据说他这个体案没有受到理睬 甚至他相关的一些说法还在网上被删除 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反正风潮 简单的表演一下 抢颜反日 一个星期就让他落幕 王范和周小平这对粉红夫妻 叫小粉红也好 老粉红也好 前两年演的是新婚花主业 洞房花主业 手抄党章 接下来可能应该同房的时候手抄卡丘赏 不是抄中文版的卡丘赏 应该抄俄语版的卡丘赏 用俄语来抄写卡丘赏 这才算本事 这才算真正的广偶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祝各位周末愉快 再见 收听 拍照 下集 拍照